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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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继续讲 利逼都来尽 论灵勿忘亏 这个绿的头部有几种写法 那这种写法跟下面的B 也可以互相的来辨识 论和灵它的写法是相似的 论是从中间破开两点 但是灵也可以写两点 但是如果写三点的 比较容易辨识它是三个口 另外 陈上次有讲过 有好几种处理方法 这个立头部 如果要写清楚的话 就是这个这样子 头部清楚 然后这里和这里互相的 一个田 然后这里和这里可以合并的 然后下面心是三点是一画 我再写一次 中间这里是合并的 另外一种是 这里是中间的简化符号一点 下面是心三点 下面的心如果写一画就很奇怪 就不好看了 所以还是要点三点的心 我再写一次 我再写一次 接下来 上面这个横画变一点 然后这个弯的和这个合并 这个是另外一种学法 我再写一次 像这种学法 它要接连这个 如果要把一个盖子封上去 那就比较难写 所以它就直接合并了 例如如果要交代亲子的话 它的圆形草 或者是 或者是 从小篆发展到历史的时候 就是这个横画是表一点 然后再一画长的一个弯度 这个弯度 接着要写田 就是这样子的 写法 但是 也可以弯上去的 弯上去的就是这个样子 把这个 就绕上去了 绕上去的中间 这一点是简化符号 把田 它是属于中间 可以简化的一点 所以这样子的 下面 必须要把三点写出来 如果写一画 那就很奇怪 这个字就不好辨识 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头的问题 这个有头 右边这个也有头 中间少了一个头 像这个有个头 但是中间没有写清楚 这个就是少了一个头 像这个有一个头 但是中间没有写清楚 那 右边这个也是少了一个头 所以从字形来看 这个有一个头的 这个有一个头的是比较对的 这个当然头很清楚 就很容易知道 接下来讲欧阳寻这个绿字 这个头 写出来以后 它末端以中间这个田的一点合并了 那下面有三点 这个是可以的 那往上看 那往上看呢 唐太宗了 这个就是很清楚的 圆形草的写法 很清楚 这个像羽的头 比较不清楚 往上看的王羲之 这个是写的很清楚的 圆形草写法 这个是同一个自保栽的两种版本 这里头有出来 这边笔画比较细 可能是漏掉了 或是被填满了 这个在传疑抹血的过程 可能是掉了一个点了 掉了头了 所以同样的版本 出现两种不同的状况 这个是经常在字体上面 有这种现象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这些文献 在传疑抹血的过程中 往往会产生偏差 第一笔写的中间简化符号一点 一点接着田的写法 这个田 这里面有一点这样写 然后 这个符号是这样 我再写一遍 我再写一遍 绿和B最下面所以不同 绿是一个心3.4横画 但是这个是错步的符号 是一个弯度的 所以这两个字 除非你写的交代不清 不然它是很好辨识的 B的原型草 这种写法 这个B 这种写法就是刚刚我写 原型草从这里连贯下来的写法 下面这个是第一笔写了以后中间一点 下面有一个田字的写法 下面这个错步还是蛮明显的 下面字有的这个字的有一个头部一培 然后再一画 这个是从福气的符的律书来的 下面这个错步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下面这个错步就接近了一个横画了 所以这错步还是一个圆弧形的比较理想 我们来看这两个版本的B 最后一笔都是一个横画 它以这个错步的符号已经改变了 所以这个是不理想的 就会误解为上面一个心了 这里误解为心是一画了 我们来看寒道亨的 它至少它是一个错步的一个弧度 都 这边最中间的部分它是一点 头部 经过这一点 再来右边的 这一 弦生这一树 它是表一点的 它表一点 就是要表在这里 表在外面 不要表在里面 我再写一次 或是写成圆形草 我们来比对这三种版本 它的最后一笔 如果点在里面的 它是比较没有办法 能够 连接下面 所以这一点通常都是点在外面的 这个点在外面的 像这种是王羲之的写法 他点在外面的 除非说 你要把它写成圆形的 才能够往上写往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通常 自铁里面有产生 这种现象的 这个是比较不理想 尤其 你要走 连绵不断的路线 这一点要点在外面 才会比较连绵 点在里面 它往往会断掉的 接下来 我们来看 王羲之这三个都的结尾 像 这一笔和这里 接的就比较不顺 这一个就是很顺 很顺 能够再往下面接 这一个也可以往下面接 所以这个是内部的呼应处理方面 就比较不理想 但是最后这两笔 要往下接也是比较不顺畅 这个都 它从这里是偏空 到这里偏空卡住了 所以不顺畅 下面的左边也都很顺畅 右边很顺畅 但是右边显得小了 再大一点会比较理想 但是在顺畅度来说 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左边这个都是相当不理想的 左边和右旁 这些结构都不对的 凡数这个都 它把右旁的挤到中间来的 看起来仿佛是考试的考 或是校字的校 王羽之这个都字 看起来像雀 可能是这里已经断掉了 再往上再往下 这一段可能是已经断掉了 不清楚了 像这两个字 我们来比对一下 唐槐树的 从这边开始 它就是一种连免到右边 然后最后的这一点 还要接着下面 往下面跑 所以是很流畅连免的 那往下看 董旭昌上面都很好 到了这里 这里和这一点 已经不接了 好像是重点的 另外它要往下面接 好像又接不起来 这个是不理想的 所以我们来看 草书的一种自然的一种流畅 这种线性是比较自然的 这个来自以前我们讲过的 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带过去 接着写静 这个筋的形状要交代清楚 上次有讲过 我再写一遍 论是第一笔一点头 然后这三笔合成一笔 中 这里是末端的一点 简化成一点 这样子接起来 从中间破开 左右对应 对应点 两点 我再写一遍 另外一种符号的写法 它是 从中间破开 它是对称的 所以写这个符号 盐字旁的符号 有这种写法 接下来盐的口也可以写出来 如果要写 如果要写 盐行草 我们看智永的这个论字 左旁 盐的符号 就是上下对称的连线 这个符号 然后右旁 这个有盖子的符号 下面这两点是对称的符号 再往下看 像孙构亭 右边上面 好像是一点一画 它不像一个盖子 像槐树这个相对来说 上面的盖子是比较清楚 这个 朱宇明的 这个也是盖子不见了 像这两个字 在整个盐字旁的 没有这一点 它是往上面跑了 它回头来写的一点 它是没有道理的 这个字也是没有道理的 一点 这个米糊 这个字也是有一点 中观所有的盐字旁 很少人 有回头来再来点一点的 理音的写法有好几种 上一次已经讲过 第一点 然后对应两点 然后往上跑 这里 从中间破开也可以写两点 但是呢 如果三个口 也可以三个对应点 也可以这样写 我再写一遍 我再写一遍 另外 这里的中间 可以写一点 再来 这三点 也可以便利化 零也可以写成这样 所以零有好几种写法 自由度蛮高的 看当下的环境而写的 零它是个 笔画少的 它要圆形草 这样子通这一点 然后呢 再通这一点 来 我再写一次 旺也是圆形草 我再写一次 是 虚 这里 有简化无法一点 但是这个一点 跟它会合并 就是从 这边 然后往上这一点 往上这一点 然后 合并了以后 这里有一点 这里有一点 但是不经过了 这里面有一点 我再写一次 是 这个凸上去跟它合并了 这一点 所以上面没有一点也可以接受 它是合并 它是以这一画合并的 如果上面写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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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较好看的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这三个字 相对来说 有写出来的 是比较 复杂的 我们来看 下一个笔画 下一个笔画没有补上来 下一个笔画没有补上来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脱节了 下面这个字也是一样 看起来很松散 上面这个字 看起来它有补上去 看起来结构就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来看隔壁的这个穹字 孙过庭这个穹字 看起来像泉水的泉 又看起来像重 重人的重 那王羲之字这个字 上面的这一点 上面的这一点 应该跟生是合并的 所以这里少了一笔 少了这一点连贯的 看起来好像又脱节了 那往上看 这里好像又是变形的 好像是家 那左边的这个很空洞 又空洞又大 那下面就写不来了 下面就挤得很 那上面空 这个也是不理想的 王羲之这个穹 下面基本上处理得很好 但是上面的这个盖子 这里如果加长的话 就会更好把它包容下来 它这里短了一点 我们来看这个窝字 这个头部的卸字 它是这样子写是可以的 所以它上面和下面有连整一气 这个是不错的 接下来我来补充 讲一点草书的线性的问题 假设它都是用整碗来写的 左边这个笔风比较偏写 好像用新书来写草书 右边这个笔风比较正 所以写出来的比较圆容流畅 中间这个是这一这两者之间 比较深一点 所以还是右边比较好 谢谢观看 我觉得现在的笔风比较好